男人只因看视频喜欢嗦嗦 看天 进入了签略道纯爱小说里当舔狗 系统让他攻略书中的四位男主 开什么玩笑 他堂堂一个钢铁大直男 怎么会允许身后的攻击 还是做舔狗 还是四个 不可能 坚决不可能 他可不想体验辣椒的滋味 先辣嘴唇子后 谁想系统许诺任务完成奖励十个亿 他突然觉得区区四根 也不是不行 为了钱 他听从了狗系统的建议 做了一堆没下线的举动 比如跟踪 闲猪手 穿丝袜 偷裤衩 虽然最后都没成 反倒是成功地把攻略对象 给吓得看到他就跑 不过没关系 很快他就可以摆脱舔狗的身份 然后拿钱跑路了 此刻趴在床底下的林牧师 畅想着拿到前后的美好未来 一时没忍住竟笑出了声 他瞬间惊醒 立刻捂住了嘴巴 但是这笑声在寂静的房间里 显得格外突兀 下一秒他只觉得身体一轻 就被人从床底拽了出来 林牧师顿时尴尬地直脑头 心中暗骂 狗系统尽出馊主意 然而系统直接开始装死 好似从来没存在过 看着攻略对象裴继川那满脸的怒容 林牧师的大脑飞速运转 试图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然这不走远了吗 而裴继川始终死死地盯着他 眼神中充满了厌恶与警惕 林牧师硬着头皮开口 其实你现在是在做梦 不信你打我一巴掌 我肯定不说疼 裴继川听了这话满脸黑线 毕时竟不知该如何回应 林牧师看着他那越加愤怒的脸 生怕他把自己气死 那他的十个一起不没了 林牧师连忙开口继续狡辩 宝奇是我的意思是 我是梦游过来的 你信吗 裴继川太阳穴狠狠地抽动了几下 语气中满是恼怒 你住的小区是公司统一安排的 离我这至少十几公里 你是在梦里飞过来的吗 林牧师这才猛然想起 这裴继川是他的公司老板 他决定了 一定要多跟系统要点精神损失费 谁家好人当自己老板的舔狗 下班都跟加班一样 每天都是在杜劫 但眼下 最重要的还是摆脱眼前的局面 根据他舔了裴继川一年的经验判断 这人吃软不吃硬 林牧师的大脑顿时飞速运转 突然眼睛一亮 接着他心一横 瞬间贴了上去 炽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裴继川惊得瞪大眼睛 闭脸不可置信 林牧师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 亲完就跑 一边走还一边摸了摸嘴唇 亲太急了有点疼 不过今天的舔狗任务也是暗示完成了 而此时的裴继川还愣在原地 等他回过神来 林牧师早已跑得没了踪影 此时的林牧师正疯狂地蹬着小黄车 车轮子都快冒烟了 他边蹬边骂 狗系统 看你出的馊主意 下次你自己去藏他床底下 系统不敢吱声 好不容易回到家 林牧师战战兢兢半天 生怕一不小心又上了热搜 好在等了半天也没啥动静 他这才放下心来 终于有空回忆了一下原书剧情 书中他不但是个舔狗炮灰的小配角 还是个全网黑的十八线小明星 而主角之一的沈木白 则是个人见人爱的万人迷 路过的狗都想上去舔两口 六个人的恋宗里有四个都喜欢沈木白 包括刚刚的裴继川 唯一例外的就是他的前身原主 不仅不喜欢沈木白 还因爱生恨非要跟他一较高下 人家是被四个舔 原主是直接舔四个 也是真出现了 而狗系统没把握好穿越时间 让他提前一年穿进了书里 他也只能将错就错提前开始了舔狗之路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由于他跟系统的发挥太超前 本来全网黑料人人喊打的小明星 竟然莫名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纷纷关心他有没有舔狗 意外让他洗了个白 而刚刚的裴继川 就是舔沈木白的四位难兄难弟中 最后脱颖而出的主角公 虽然中途被带了好几顶绿帽 但好歹沈木白最后是他的 也算是成功了 该说不说林木石都有点磕他俩了 可惜了 他的任务是搞破坏 努力成为他们play的一环 好在过几天恋宗就开始了 他再舔一个月也就解放了 不过按理说今天恋宗就该找他签约了 怎么还没通知他 林木石这下直接坐不住了 那可是十个亿啊 可惜现在太晚了 只能明天再去找孙兰问问了 孙兰 林木石的经纪员 决定了以后 他准备洗个澡每每入睡 还好被发现了 不然睡在床底下 那地板还有点硬 他都怕自己半夜受不了 然后爬床 第二天林木石刚到孙兰办公室外 就听到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他愣了一瞬 面不改色的把耳朵贴到了门上 开始偷听 我绝对不可能跟林木石一起参加这个节目 他太变态了 裴激川那委屈的声音传了过来 听得林木石汗毛都立了起来 这可是第一次听到总裁真面目 自己会不会被灭口啊 然而孙兰却态度强硬 丝毫都不肯退让 节目组邀请的是你俩 再说了 你喜欢的沈木白不也在里面吗 不行 他昨天居然强吻我 谁知道他在节目里会对我做出什么来 而且这节目录制地点还是个封闭小岛 文言在门外偷听的林木石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名声这东西有好有坏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遍体 孙兰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嘴唇上的伤口 原来是这样来的 但他还是毫不客气地反驳 节目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他总不能再强行亲密吧 你一大男人怕什么 能不能有点出息 他也不愿意 他只是为了舔狗任务而已 负责的是情绪价值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那得加钱 但他的舔狗行为好像真把裴季川吓狠了 死活都不肯跟他上一个综艺 林木石心里很清楚 该轮到他出场了 裴季川不同意 那他也没法上节目 这意味着任务失败 他将损失整整十个亿 他的钱钱 他毫不犹豫地破门而入 川川 你不愿意我上恋宗 是因为不想让我被别人看到吗 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爱我 林木石拼命地挤出了两滴眼泪 努力做出一副感动到哭的样子 裴季川一看到他 便下意识地往孙兰身后躲 林木石见状愈发激动了 川川 没想到在你心里居然如此在意我 我更爱你了 林木石激动地比了一个大大的心 裴季川的白眼就差翻到天上了 感觉人都快撅过去 但林木石反应极快 立刻伸出手顺势去抱他 十分深情地说道 你晕抱我的宝 晕过去我就可以给你做人工呼吸了 我要为你献上我的初吻 妈妈 说着林木石撅着个嘴就要往前凑 这一番操作直接把裴季川给治好 他瞬间变回直立行走状态 精神也一下子抖擞了起来 不不不用 我跟你上恋宗 文言林木石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川川你居然愿意为了我上恋宗 更爱你了 比心 裴季川身无可恋地瘫倒在沙发上 眼神空洞无神 仿佛灵魂已经出窍 此刻的他只觉得自己的人生陷入了黑暗 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 林木石看着他这样子 良心一点都没受到谴责 他完成任务后就兴冲冲地签字回家了 只等着三天后综艺开播 这个综艺是在一个封闭的岛上进行 为期一个月 林木石决定给自己放得假 先不舔了 真正的舔狗就应该看心情挺 有自己的节奏 于是他没日没夜地打了三天游戏 直到恋宗开开那天 再后的遮瑕都遮不住他眼睛上的黑眼圈 感觉身体被掏空 连裴季川看到他这副模样都吓了一跳 虽说他十分嫌弃这位 但还是秉着和平共处的原则询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林木石揉了揉眼睛 假装擦拭自己不存在的眼泪 我试着三天不跟你联系 结果就失眠了三天 穿穿我决定了 我要当你永远的狗 望望裴季川此刻只想狠狠地给自己一巴掌 非要嘴见多嘴 他们前往的小岛需要乘坐节目组安排的船 不过码头得自己过去 作为裴季川公司的牛马 林木石毫无心理负担地挤上了他的车 一路上 他那灼热的目光就一直紧盯着裴季川 直接盯着裴季川浑身不自在 如坐针毡 终于裴季川忍不住直接让司机停车 自己跑去坐了速驾 但林木石并没有放过他 依旧趴在他的后座靠背上 直勾勾地盯着他 川川 我会永远是尖你 永远 裴季川二话不说直接关上了挡板 瞬间世界终于安静了 林木石有些迷惑不解 这哥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还是这么差 我都还没开始舔呢 车子一路急迟 很快就到了门头 裴季川一下车就快步走向船只 只想要尽快摆脱林木石 林木石见状赶忙追了上去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川川等等我呀 天气这么热 没有你的冷屁股我可怎么活呀 裴季川一听 跑得更快了 一上船裴季川找了个角落坐下 闭上眼睛假装休息 林木石凑到他身边一脸笑嘻嘻 川川 你闭眼的样子好像睡美人呀 让人忍不住想轻轻 裴季川睁开眼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又重新闭上不再理会 林木石也不气馁 继续在旁边自说自话 身为舔狗就要欲错欲勇 不能为一点挫折放弃 不得不说 作为本书的男主裴季川长的还是好看的 每一处的比例都恰到好处 仿佛是按照最完美的剑膜比例生成 贪称剑膜脸 而且被林木石骚扰那么久也不弄死他 性格也算十分好了 他这般好的性格配上如此出众的容貌 实在是让人难以抗拒 可惜林木石的人生准则是 不为爱情流一滴泪 只为钱财也不能内 裴季川能感觉到自己身旁灼热的视线 但他眼睛都不敢睁 生怕一开口又会被林木石缠上 旁刚靠岸 裴季川就立刻跟他拉开距离 逃荒式地跑上岸 整个岛屿上 都装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摄像头全程直播 他笃定林木石在监控下多少会收敛一些 可他忘了 林木石的舔狗名号早就火变了全网 根本没再怕这些 川川 等等我呀 林木石一边喊着 一边在后面拼命狂追 一个在前面跑 一个在后面追 这滑稽的一幕把直播间网友给整饿了 哈哈 这场景也算是双向奔赴了 看来林木石今天依旧没有舔到 我好嗑他们这一对呀 流口水 林木石哥哥加油呀 就快追上了 裴季川一溜烟跑进了节目组的小屋 他气喘吁吁的紧紧贴在墙角 断断吁吁的说着 你别追了 我我不跑了 林木石脸不红心不跳地笑道 我就知道川川心疼我 还知道停下来等我 裴季川一脸黑线 他只想查查自己上辈子 究竟造了什么孽 居然能招惹到这么颠的 能纠缠他一年还不腻 他沉默地坐在墙角 满脸的如林大敌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林木石 生怕他一个不注意又突然凑过来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 林木石脸上带着那标志性的灿烂笑容 一步一步地朝着裴季川靠近 裴季川的瞳孔放大 忍不住伸出双手做出阻挡的姿势 嘴里慌乱地喊着 别过来 别过来 可林木石哪里会听 他越走越近 最后直接蹲在了裴季川面前 然后直勾勾地盯着裴季川 那灼热的目光仿佛能将裴季川看穿 裴季川被他盯得毛骨悚然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此时直播间的弹幕更沸腾了 哈哈笑死我了 裴季川要被林木石吓哭了 不过说实话 林木石这脸皮可真够厚的 感觉川川要被林木石逼疯了 家人们 这对CP我也可定了 就在裴季川差点要杀人的时候 终于有其他人推开了小屋的门 他身穿一套充满活力的运动服 小麦色的肌肤在阳光下闪烁着健康的光泽 整个人散发着活力与朝气 林木石想了一下 这大概是僵硬 一八五体育生 年下狼狗弟弟 对于以后要舔的对象 林木石自然要想方设法搞好关系 他立刻满脸笑意走上前 极其殷勤地接过了他的行李 顺便热情地自我介绍 你好我是林木石 你也可以叫我Joker 我日夜颠倒头发少 单纯好骗恋爱脑 会被久久惩罚表 下雨知道往家跑 如果你也喜欢我这样有趣的宝宝 请为我爆灯 江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微微点了点头 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 我知道你 舔狗祖事业 请问今天你舔到了没 林木石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 直接不息息了 果然同事攻略好几个容易翻车 他这还没开始呢就翻车了 直播间里 哈哈哈哈 出事不利啊 林木石难道不知道他是一舔出名的吗 笑容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到我的脸上 作为职业的舔狗 林木石从不轻易认输 他迅速调整表情重新堆起笑容 语气坚定地开口 还没 不过没关系 舔不到这个 我还可以换个人舔 我看你就不错 此时一旁的裴季川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江野皱了皱眉 毫不犹豫地拒绝 打住 别打我的主意 我可不吃你这一套 直播间里 裴季川这咳嗽意味深长啊 感觉要有好戏看了 林木石是觉得这个舔累了 就换个人吗 啊不要啊 我只要陪季川 我要一V一 听到江野这么说 林木石叹了口气 他的舔狗生涯真是任重而道远 但他毫不屑气 毕竟还有两个人啊 要攻略的人太多了 叹气都没时间 果不其然 他刚叹完气下一个人就进来了 不巧的是 这次进来的是沈木白 他身形略显轻瘦 却透着一种别样的修长与优雅 周深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他一进来 其他两位都毫不犹豫地去帮他提醒你了 总之都是他的小谜弟 就林木石一个外人 林木石认真的看了看 不愧是主角 挺有气质的 跟他这种妖艳见惑不一样 林木石也不是没照过镜子 他也是生得极为出众 还是个混血 一双深邃的蓝宝石眼眸 好似承载着很多秘密 只看一眼 便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沦其中 说实话 刚穿越过来照镜子那天 他自己都爱上了自己 然而可惜的是主角们喜欢他 是沈木白这种温柔的小白脸 此时的裴继川跟僵硬 都凑在沈木白旁边套近 只有林木石直勾勾地盯着门口 等着他剩下的两位攻略对象 直播间里 说实话 林木石也怪可怜的 追了那么久都没成功 不过话说 我怎么感觉林木石不太在意 他好像一直看门口 难不成又要换人了 此时房间门被打开 走进来两位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一个看起来神色略显沉默 仿佛心头压着重重阴霾 让人难以琢磨其心思 另一个则宛如春日暖阳 周身散发着温暖而明亮的气息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林木石一看到他们 就知道这必定是剩下的那对双胞胎了 哥哥名叫江琪安 是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弟弟叫江琪文 性格自闭内向 偏偏这两人都钟情于沈木白 话说原书里沈木白吃得还挺好 要不是读者强烈想要1v1的结局 最后裴继川是不是主角还不一定呢 直播间里 姐妹们 这双胞胎好带啊 江琪安一进来 就拉着弟弟热情的到处打招呼 就连无人问津的林木石 他都主动过来打个招呼 不愧是暖男 整的林木石的尸体都是暖暖的 感觉之后舔他都更有动力了 眼看所有人都凑齐了 导演走了出来 为了让大家更快熟悉起来 节目组给你们安排了一个破冰小游戏 游戏规则是所有人围成一个圈 然后传递一个小玩偶 音乐停止时还拿着玩偶的人 就要分享自己的恋爱经历 或者是自己的理想性 音乐响起 我选择理想性 我喜欢阳光开朗的 有责任心的 并且能懂我的人 接着游戏继续 这次轮到了陪季川 陪季川站起身大大方方的开口 我也选择理想性 我喜欢温柔的 安静的 说着看了一眼林木石 文言林木石挑了挑眉 感觉有被冒犯吧 游戏继续进行 玩偶不停地传递着 又一轮音乐停止 这次轮到了林木石 林木石站起身满脸笑嘻嘻 我没有理想性 倒是可以给大家分享 分享我的舔狗经验 此话一出众人都轰笑起来 弹幕也瞬间热闹起来 林木石眉飞色舞地开始讲解 这舔狗啊 就得有切而不舍的精神 不管对方啥态度 咱都得热情似火 就比如我 辛辛苦苦舔了一年 为了每天能见到他 我愣是跑去给他当保安 而且每天天不亮就起来 给他做爱心早餐 各种节日更是从不落下 精心准备花束和礼物 他生病不舒服的时候 我那叫一个着急 跑前跑后的买药送水 不停地嘘寒问问 哪怕他对我不理不走 我都依然坚持不屑 满心满眼都是他 听到这裴季川的脸都黑了 你这哪是舔狗行为 简直就是死缠烂打 毫无边界感 你天天在保安厅睡觉 呼噜打得震天下 给我送的早餐 那黑乎乎的煎蛋能吃吗 还有送的感冒药居然还是过气的 差点没给我送走 我有过敏鼻眼 你还动不动就送花 不知道花粉会让我难受吗 还说你说的礼物 是你那个破景气 写着裴季川我爱你那个 裴季川哪位 难不成是我素未磨面的弟弟 我忙到凌晨回家你还尾随我 我差点以为我都要凉了 我不想搭理你 你直接撵着我跑 像个甩不掉的尾巴 裴季川都要被气疯了 林牧师这舔得也太奇葩了 心疼裴季川三秒钟 以前觉得裴季川心硬 现在发现心太软了居然没弄死你 林牧师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杨庄若无其事地坐了下来 他能舔一年已经够努力了 怎么还要计较这点细节 就江也毫不留情地笑出了声 收获了裴季川的白眼一眉 游戏终于继续这次轮到了江琪安 江琪安站起身脸上挂着温暖的微笑 我喜欢白白净净的男孩子 能让人产生保护欲 直说自己失忆了这个歌 温柔暖男公还行 林牧师也白白净净有保护欲吗 林牧师倒拔锤杨柳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理解 眼中流露出赞同的神色 网偶继续很不巧的是 网偶再次转到了林牧师 舔狗精力都说完了 他也只能说理想型了 为了方便之后四个人舔的雨露均沾 他决定把四个人特点都融入一下 林牧师清了清嗓子 我的理想型啊 是那种既有着内向的含蓄娇羞 又有着外向的活泼开朗 既有狼狗般的霸道强势 又有纯情少年的天真无邪 既要温柔似水 又要带着几分野性难逊 林牧师这理想型也太复杂了吧 他这是想把所有人的优点都急于一身了 纯情是谁啊 裴总啊 被这么舔还没弄死他已经够纯情了 哈哈林牧师可真贪心 游戏继续 江启文有些腼腆的站起身 脸上泛起一丝红韵 我喜欢温柔大方的 这哥们有点太内向了 江启文的要求感觉挺常见的 不过温柔大方确实很吸引人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 在这找到符合理想型的人了 跟他一起不温柔大方的尬死吧 轮到江也时他挑了挑眉 果断的开口 我喜欢乖巧听话的 难道您就是喜欢张女士的体育生 接下来的几人又陆续 交代了自己的恋爱记录 江也虽说年龄最小 但恋爱次数却最多 足足谈了四次 裴继川不愧被冠以纯情的名号 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江启安则有过一次恋爱经历 回忆起那段时光 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怀念 江启文在这方面还是一张白纸 未曾有过恋爱的经历 沈木白也说自己没谈过恋爱 引得众人一阵唏嘘 江也这小子可以啊 裴继川真是纯情啊 江启安的那次恋爱一定很深刻 他们不会说谎吧 加上林牧师足足四个没谈过 裴继川可能是真的 估计一直被世间 游戏结束后导演重新改变了规则 不再是让大家自己讲述 而是通过互相提问的方式 来进一步了解彼此的感情世界 大家围坐在一起 气氛轻松而融洽 江也率先发问 裴继川你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是不是要求太高 裴继川摇摇头 不是 只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接着裴继川转头看向江启文 那你呢 一直没谈恋爱是因为太内向吗 江启文抿了名嘴唇小声回答 也不是 就是没碰到心动的 沈木白则转头看向林牧师 带着笑意询问 我觉得你条件挺好的 为什么非要缠着不喜欢你的人呢 林牧师挑了挑眉 咋的这事还没吃到就开始复食 他站起身清了清嗓子 语气坚定的像是要入党 你根本就不懂我们舔狗的快乐 被舔的人无法预知 接下来会不会继续被舔 不会有安全感 一旦失去就会崩溃 我们舔狗就不一样 我们舔不舔的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今天骨头溅了那就舔一舔 心情不好暗兵不动暂时不舔 主动权在我我觉得很有掌控感 众人听了表情各异 裴继川的脸色最黑 哈哈哈哈我裴总的脸色 这个理论我是认同的 沈木白管的是不是有点宽了 感觉林牧师心态真好 这时导演赶紧走了出来打圆场 好了好了别争论这个了 咱们准备分组吧 导演又来救场了 不知道林牧师会和谁一组 分组开始大家通过抽签来决定搭档 很不巧的是 江也抽到了和林牧师一组 江也看着手中的签条了挑眉 但也平静地接受了 林牧师倒是一脸兴奋地凑了过来 努力刷着存在感 现在不能舔得太明显 等下做任务再偷偷舔 这两人一组有的看了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配合好 林牧师表情怪兴奋的嘞 我还以为他想跟裴继川一组 别了吧我现在觉得裴继川特别可怜 导演公布了合作任务 是要两人共同完成一个复杂的手工制作 这次的任务是搭建一座微型木质拱桥 同时导演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拱桥不仅要结构稳固 造型还得美观 并且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林牧师和江也开始认真研究任务要求 准备大展身手 林牧师瞅了瞅江也 开始他的舔狗之路 宝宝你长得好像我的后男友 江也皱了皱眉 没好气地开口 别啰嗦赶紧动手 林牧师赶忙硬道 宝宝我的手一直在动 你看江也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 你能专心干活吗 林牧师吓得缩了缩脖子 却还是接着舔 你为什么凶我不凶别人 是因为爱吗 江也无奈地摇摇头 不再理会林牧师 专心挑选木条 裴击穿我头绿了 江也快被他弄疯了吧 哈哈林牧师这舔狗样真逗 这清奇的脑回路 林牧师不是一个人的舔狗是大家的 在林牧师的唠叨和两人的努力下 微型木质拱桥渐渐有了雏形 林牧师暗自琢磨着 心里不禁想到 可能是他舔的姿势不对 江也曾表明喜欢乖巧听话的 如此看来 自己这般纯骚扰的方式 对他还是不顶用 林牧师日常版无日三省无身 吴是不是对他太客气了 吴是不是给他脸了 吴是不是该动手了 但随即他又转念一醒 算了格局打开 能怪别人就别怪自己 话而言之江也这么不喜欢他 难道他江也自己的眼睛就没错吗 他本来就是负责舔 又不是让他爱上他 工作不摆烂快乐少一半 都是一样的舔狗方式 人陪季川都没说啥 你江也怎么不行了 林牧师决定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舔 爱要不要反正 但他还是有些担忧的询问 他那消失已久的系统 我只要做舔狗 剧情怎么发展不关我的事对吧 是的 最好让其他人都讨厌你 方便快速推进剧情 得嘞 林牧师这下彻底没了后部之忧 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 心想着自己直接可以放飞天性了 眼见着拱桥逐步完善 他立刻开始继续夸夸 弟弟真烈 这都亏了你才那么快完成 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那我就一身相许吧 江也一脸诧异地看向他 你恩将仇报 林牧师真是道心坚定毫不动摇 哈哈哈哈恩将仇报 江也是真的冷淡 林牧师看来真不是舔陪击穿 他是真爱当舔狗 舔一个叫舔狗 我舔一群你们又该如何应对 拱桥一打完林牧师就迅速举手 虽然之前也没说有奖励 但做第一个完成的准没坏事 导演走过来查看他们的成品 这个拱桥不行 你们这拱桥的结构不够稳固 虽然外形看起来还不错 但承重能力明显不足 林牧师心里咯噔一下 急忙看向江也 江也也是一脸的无奈 哎呀白忙活了 可能这就是看男人的后果 林牧师赶忙开口我们马上改进 说吧便动手改了起来 江也一脸惊诧地看着他 原本以为林牧师只是个无脑田狗 没想到他脑袋转得还挺快 林牧师这脑子转得还挺快 这办法能行吗 期待 在他们的默契配合下 很快就完成了改进工作 林牧师擦了擦额头不存在的汗水 自信地再次举手 导演我们改好了您再看看 虽然感觉什么都没做 但可把他累坏了 林牧师你这擦汗的动作不亏心吗 林牧师只是喜欢做舔狗 不然还是挺聪明的 他这算不算恋爱脑 不算 他早就把恋爱脑切了 现在无脑舔他 导演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直接正式宣布他们是第一名 林牧师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他最关心的只有一个 第一有奖励吗 本来还真没有 可他这么一问 只能改口说可以有 导演仔细想了想缓缓开口 奖励明天选队友 林牧师预言又直指又预言 表情纠结最后憋出两个字 也行 林牧师真是太现实了 导演估计被他问得措手不及 林牧师这表情真有意思 导演只是个普通游戏怎么就要奖励了 林牧师不在乎队友是谁 是谁都能舔 游戏刚刚结束 导演就放过了他们 毕竟这才是第一天 一起美美地吃完晚餐 大家就开始自由活动了 晚餐过后 其他几位成员都在热情地互相熟悉 林牧师只是静静看着他们围着沈木白转 压根没有上前的意思 他们舔狗也是分段位的 眼下凑上去肯定没有好结果 他有自己的节奏 裴继川尽管身处在沈木白的旁边 但其余光却始终不停地扫着林牧师 他心里别提多紧张了 生怕林牧师又会瞅准机会缠着他不放 可没想到 林牧师却只是一声不吭地回了房间 只听喷的一声响 林牧师把门一关 就这么直接离开了裴继川的视线 裴继川当场就愣住了 脑海中不禁开始思索 难道是因为他跟沈木白走得太近 所以林牧师吃错了 这关系有点复杂呀 裴继川怎么怪怪的 不理他他还关注上了 就在林牧师躺在床上刷手机时 房门外居然传来了敲门声 一看到他江崎安正要继续敲门的手 悬在了半空 气氛有些尴尬 哥哥这是来投怀送抱吗 欢迎光临 说着他迅速侧身让出了一个位置 他的眼神中透着暧昧不明的意味 嘴角挂着讨好的笑 这个也甜 好直接好劲爆 江崎安微微侧了下身 林牧师这才看到他身后所有人都在 裴继川的脸色尤其难看 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 林牧师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表示理解 自己家的小狗跟人跑了 哥谁不得伤心一阵 接着他又难以置信地看向江崎安 眼里全是惊恐 哥哥你玩那么话 群屁犯法的呀 林牧师你是敢说的 哈哈人家邀请他出去玩他以为试玩他 江崎安整个人都猛了 我不是我没有 林牧师只是用一种我懂的眼神看向他 咱们正直播那不合适 宝宝我们下次约 凭什么下次 我现在想看 哈哈江崎安都给整无语了 江崎安皱了皱眉 脸上浮现出一丝为难之色 一时之间静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我们是要去海边逛逛问你去不去 沈木白适时地站出来解释 他的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试图缓解此刻略显干大的气氛 林牧师轻轻点了点头 这样啊知道了 能不去吗 他话音刚落系统就开始疯狂尖叫 哎呀 去啊 干嘛不去 这可是破坏感情的绝佳机会 林牧师只感觉耳朵都要被这尖叫给叫坏了 心中暗自付费 这波系统之前也没说他是这尖叫机啊 还没等沈木白点头他就立刻补上 但是话又说回来 大家都去我不去显得我不合去 所以我去 一出来林牧师就后悔了 岛上黑乎乎有什么好逛的 他们五个抱团取暖就他一个人被孤立 这算练宗霸凌吗 不过既然出来了 还是顺带完成一下任务 三个攻略对象都聊完了 就剩最后那个疑似自闭的小孩了 不过那小孩是真自闭 他也是一个人默默走到最后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林牧师想了想 从兜里掏出根棒棒糖 静止走向江奇文 江奇文显然也听过他的英雄事迹 下意识退了几步 林牧师用一种骗小孩的口吻哄骗他 小朋友想吃糖吗 哥哥家里还有很多 江奇文表情诧异 林牧师看他不接 以为他不喜欢蓝莓 又掏出一根草莓味的 他满眼深情地看着江奇文 叫声哥哥命都给你 江奇文整个脸都红温了 他下意识地想喊他哥 却发现他哥已经走了 他结结巴巴地憋了半天 最后只是吐出四个字 我成年了 说完他转身就跑 一溜烟不见了 林牧师默默目送着他的远去 别说你还真别说 这小朋友虽然不爱说话 但跑得倒挺快 可以参加运动会了 离开恋宗后 江奇文会发现社会上都是好人 不过虽说他们是出来逛的 但夜晚的岛上也十分无聊 只能海边到处瞎逛啥也没有 沈木白实在走不动了 刚说一句累其他人就准备打道回府了 林牧师就只能继续跟着大部队往回走 林牧师我有人权吗 感觉他是被迫牵出来溜一圈的哈哈 林牧师算了下 走的这几步 还没他追着裴季川车跑的时候部署多 他忍不住再次感慨 这男主受体力也不行啊 按照小说世界里 一夜七次的频率他不得嗷哭 还不如换他来 他身板硬 抗躁 可惜了 这几个男人都跟他没啥关系 真替他们可悲 居然失去了他这么好一天狗 他默默回去洗了个澡爬上床 这次应该没人烦他了 按理说晚上还有个心动短信环节 林牧师想了想 作为一个君主他要语入君瞻 一天一风换着发 裴季川比较熟 今天先给他发 心都碎成二维码了 可我还是好想你呜呜 发完后林牧师满意地点了点头 裴季川看到这条立刻就知道是林牧师了 他想了想林牧师这一天的所作所为 还是恨得牙痒痒 到处勾搭别人还说自己心碎 气得他直接给沈木白发去了心动消息 我是裴季川认识你很高兴 虽说他现在也不算喜欢沈木白 但也算有些滤镜子 不向林牧师唇气他 林牧师不管外界的喧嚣 发完他就直接睡了 上个节目还得起早八 他怕他起来想弄人 果不其然第二天被闹钟叫醒时 他的怨气大得能吓死鬼 上个节目硬生生把他作息都调规律了 但一想到未来的十个亿 林牧师立刻荣光焕发 他麻溜地爬进浴室洗漱 准备下楼开启他的舔狗人生 刚下楼就看到厨房已经有人在忙碌了 厨房里 沈木白跟江齐安正在一起准备早餐 两个人一起准备食材还说说笑笑 画面看着怪养眼的 林牧师都有点磕道了 忍不住问系统 我咋感觉他俩比较赔 他怎么看上裴季川的 系统沉吟了一下感慨 金钱的力量是伟大的 林牧师立刻点了点头 了解了 跟他一样 拜金男 什么都会背叛你 只有银行卡的数字不会 虽然他舔了裴季川那么久 都没发现多大优点 但架不住他有钱 林牧师直接走下去打了个招呼 早上好啊 有什么倒忙是本天才可以帮的吗 厨房的说笑都安静了一瞬 江齐安一看到他就想到昨晚的事件 整个人都僵了 沈木白则是温温柔柔的拒绝了 我跟齐安已经够了 你去休息等着就行了 林牧师从善如流的点了点头 直接坐在餐桌等着开饭 其他三个陆陆续续也下来了 一下来就开始夸赞他们做的饭箱 林牧师则毫无形象的摊在凳子上 现在的人呢 人情世故做的那是一套一套的 饭都还没做好呢 就能闻到香味了 好在很快 他们就手脚麻利的把饭菜都端上了桌 不得不说菜是挺简便的 虽然是早餐 但是不是也太素了点 就只有白粥和青菜 沈木白还每期名曰 大早上吃油腻不好 照他这样吃 林牧师感觉自己可能会饿死 他二话不说直接起身 大不留心的往厨房走去 准备给自己开个小灶 可没走两步 沈木白就一脸委屈的叫住了他 对不起 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吗 要不我重新做 沈木白那可怜巴巴的模样 让人看了都忍不住心生怜悯 林牧师顿时脚步一致 吓得赶忙连连白手 我不是我没有 别瞎说呀 我从小不吃青菜 算命的说我上辈子是颗大白菜 不能吃同类 但我绝对支持你们选择素食 素食万岁 我自己开的小灶 纯粹是因为我个人的口味偏好 跟你做的饭菜一点关系没有 你该怎么吃就怎么吃 咱俩互不影响 沈木白听了 脸上的委屈之色稍稍缓和了一些 那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好吗 林牧师直接被他整笑了 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 林牧师深吸一口气 努力压下心中的烦躁 他捂住嘴 做出一副吃惊又感动的样子 宝宝没想到你那么喜欢我 还愿意迎合我的口味 你这么爱我我真的很感动呜呜 但我比较见我不喜欢太主动的男孩子 我们不合适 我自己随便弄点就行 你安心吃你的早餐 别操心我这 爱你 说完林牧师不再理会沈木白 静止走进厨房开始翻找尸子 沈木白站在原地 脸色变了又变 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再开口 沈他喵得不喜欢太主动的 还拒绝他 他有病吧 而厨房里早已传来林牧师叮叮当当的忙碌声 不一会儿一阵香味飘了出来 林牧师端着自己做的肉丝面走了出来 他直接大块朵一起来 其他人本来就对这些寡淡的菜没什么胃口 此刻闻到林牧师那香气扑鼻的面后 更是忍不住狠狠地咽了咽口水 但毕竟沈木白在场 大家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林牧师吃的头也没腿 直接大大咧咧地说了句 锅里还有面 有想吃的仙道仙得别客气 他这话一出 陪季川仙坐不住了 要知道 林牧师给他送了一年的爱心尖蛋可都是黑的 他心里有点怀疑林牧师真实的厨艺水平 他直接起身去盛了一晚 而江其文也紧跟在他身后 沈木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两个 兴冲冲地跑去吃面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眼眶泛红紧紧咬着嘴唇 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江其安跟江也见状 赶忙努力安慰他 木白别在意 你做得真的很好这周特别香 江也也跟着鼓励他 就是就是你的厨艺那是没得说 沈木白看着他们的样子 脸上才多了一丝笑意 可那笑意却显得有些勉强 林牧师也不管餐桌上的鸣枪案件 专心致志地吃他的面 他也不想跟主角做对照麻烦 可人家不愿意放过他 林牧师心里暗自嘀咕 我就想好好吃个面 怎么这么难 这破主角非得跟我过不绝 裴季川吃了一口面后 脸色变了又变 那表情可谓是丰富多彩 其他人还以为是面难吃的问题 都一脸疑惑地盯着他 可是裴季川憋了半天 终于憋出一句 你之前是不是故意玩我 你做饭那么好吃 却给我煎了一年糊润 男人只因看视频喜欢嗦嗦 太甜 经历了春月道成爱小说里当舔狗 系统让他攻略书中的四位男主 开什么玩意 他堂堂一个钢铁大直男 怎么会允许身后的攻击 还是做舔狗 还是四个 不可能 坚决不可能 他可不想体验辣椒的滋味 先辣嘴唇子后 谁想系统许诺任务完成奖励十个亿 他突然觉得区区四根 也不是不行 为了钱 他听从了狗系统的建议 做了一堆没下线的举动 比如跟踪 咸猪手 穿丝蜡 偷裤衩 虽然最后都没成 反倒是成功地把攻略对象 给吓得看到他就跑 不过没关系 很快他就可以摆脱舔狗的身份 然后拿钱跑路了 此时正在参加综艺直播的林牧师 立刻深情地凝视着裴继川 开始他的表演 我那时在跟你表白 因为我是你的小坏蛋 裴继川显然已经习惯了他的土味情话 只是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沈木白眉头紧皱 江其安有点呆愣 江也忍不住沟唇 而江其文直接背面呛到了 我的天这土味情话 救命啊我要被有死了 总结这一顿饭 除了林牧师 其他人都吃得十分难受 而林牧师 太太惺惺吃完饭就出去溜湾消食了 全然不顾其他人怀揣着怎样的心情 他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 想说两句展示一下文化 想了半天后 林牧师感慨 你看这大海 又蓝又大 你是有文化的 我以为你要憋个大的 结果拉了坨大的 他还在想着没好味来 其他人就已经吃完饭走了出来 导演也一脸正惊地走了上来 接下来是分组环节 由于林牧师他们昨天第一 其中一个可以自选队友 其他人看抽签安排 文明里让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 林牧师直接开始假模假样 千让模式 他一脸含蓄地看着江野 你先选 本以为江野也会推举一下 没想到他直接自然地应下了 我选沈木白 哈哈江野真性情啊 推都不推一下 好不容易要到的奖励 直接拱手让人了 林牧师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当然是选择原谅他 其他两队就直接抽签决定了 反正就这么点概率 林牧师直接抽到了裴继川 裴继川看到他就一脸嫌弃 林牧师依旧是满目深情 在他眼里 他们几个都是行走的人民笔 谁看到前部深情 宝 刚刚地震了吗 林牧师一脸疑惑地问他 裴继川显然有点反应不过来 有些疑惑地回了句 没有 林牧师点了点头 一副了如指掌的样子 我知道 是看到你我心头一震 我就不该对他抱有任何希望 陆球一对没听过 林牧师吐味情话的耳朵 裴继川无语 直接看向导演不搭理他 林牧师成功犯了个剑 心满意足地等待着导演的安排 我们上午呢 就分组进行海鲜捕捞比赛 为丰盛的午餐准备试词 导演一边说着 一边兴致勃勃地介绍 他脚边的那堆东西 大家看 这些是你们可以用的道具 如你们所见 捕捞方式主要有三种 钓鱼 撒网以及抓螃蟹 俗话说得好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话音刚落 只见林牧师犹如离弦之箭一般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走了鱼网 他心满意足地抱着鱼网就要往回跑 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 嘴里还念念有词 这个一看就捞得多 这什么操作 导演有说这是靠抢的吗 你等等 在进行海鲜捕捞比赛之前 我们要先举行一个两人三组比赛 最后按成绩的优劣来挑选捕捞道具 林牧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默默放下手里的鱼网 一边打哈哈 我就是过来看一下质量 质量不错呀导演 哈哈林牧师这也太逗了 看他那尴尬的样子太好笑了 不过导演还是给了他点面子 看他放下就开始继续讲述规则了 林牧师偷偷摸摸挪回了原本的位置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比赛规则如下 两人一组 用绑带将两人的腿绑在一起 以两人三组的形式从起点出发 沿着规定的路线快速行进 抵达终点 率先到达终点的小组 将优先挑选捕捞道具 林牧师看着他跟裴继川 至少间隔一米的距离 他上前一步 试图缩短这尴尬的距离 但裴继川却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 毫不犹豫地就退一步 林牧师站在原地 认真琢磨了一下 这个配合度不太行 把我给你做个脱米训练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拽住裴继川 直接把他当作钢管 他扭腰摆臀 夸张地左右扭动 双手在裴继川身上上下游走 一会摸头 一会摸腰 一会又抱住裴继川的大腿 嘴里还念念有词 来呀宝贝一起摇摆 我的天哪 这操作太绝了 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裴继川极为慌乱 他一会五头一会五腰 防不胜防 整个人快撅过去了 他一边试图挣脱林牧师的魔掌 一边大声叫嚷着 林牧师你快给我停下 裴继川的脸上的通红 我受不了了 你这哪是脱米训练 简直是要我的命 他欲哭无泪 想要避开林牧师那毫无规律的动作 可刚退一步林牧师又黏了上来 裴继川都快哭出来了 哈哈裴继川要被折磨疯了 可怜的裴继川 遇到林牧师算他倒霉 其他人全部目瞪狗呆 一时居然都忘了拦下 等众人反应过来时 林牧师已经心满意足地放开了他 宝 现在能好好配合我玩游戏了吗 一脸期待地看着裴继川 裴继川看他的眼神像看到了鬼 身体还忍不住颤抖着 声音都哆哆嗦嗦 可可以 强制钢管 怎么感觉裴继川更怕了哈哈 接下来 裴继川再也不敢推半驳 老老实实地跟他绑在一起 随着导演一声令下 林牧师兴奋地第一个冲了出去 谁知他跟裴继川居然卖了同一只脚 瞬间失去平衡 林牧师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 他拼命挥舞着手臂 试图重新找回平衡 好不容易才稳定身形 结果裴继川没稳住 重重地撞在了他身上 脱米训练都做了 可就是忘了问先卖哪条腿 裴继川终于有点良心发现了 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 你没事吧 林牧师笑嘻嘻 还好有我在下面 差点摔疼你了宝 哥你真是舔狗里的长青树 周克里的顶梁柱 我再也不碰你了 你是真舔狗 裴继川看着满脸泥土 还在冲着他笑的林牧师 感觉心里突然动了一下 林牧师的眼睛弯成了月牙状 眼神中透着无尽的温柔与包容 那笑容瞬间去散了 裴继川心中的愧疚与不安 也让他的内心泛起了一丝 从未有过的涟漪 哎呀小裴是不是心动了 这画面太美 我要磕死这对了 但他又想起刚刚的钢管舞 瞬间涟漪破灭 往后退了一步 林牧师有点闹闷 这人刚刚看他的眼神还怪温柔的 怎么一转眼又跑了 他可是憋了半天脏话 强忍着才演出来的这副善解人意的模样 不过来安慰他就算了 居然还退了一步 这到底是怎么个事 算了 下次脏话还是直接说吧 骂人越肮脏乳腺越健康 但很快他就没时间管培几船了 将也他们一马当先 夺得了第一 毫不犹豫地选了鱼网 将其安紧随其后 未居第二选了钓鱼杆 而林牧师只剩个桶 最终还是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事已至此林牧师也别无他法 只能戴上他的桶 硬着头皮努力去挖螃蟹了 还要戴上他那个 帮不上什么忙的拖油品 他们沿着蜿蜒的海岸线 来到了一片礁石众多的区域 林牧师蹲下身子 仔细地观察着礁石的缝隙 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能藏有螃蟹的角落 他的眼神专注而又急切 手中拿着一根小木棍 轻轻地戳动着石缝 而一旁的裴继川 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 眼神迷茫完全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林牧师表示理解 他们这些人肯定只知道吃 哪知道人间疾苦 他一脸深情地看向裴继川 温柔地拉过他的手 宝 别着急 我来教你 你看啊 这螃蟹一般喜欢 躲在礁石下面或者石头缝里 咱们先轻轻地搬开这些石头 动作一定要慢 别把螃蟹吓跑了 看到螃蟹后 别直接用手去抓 他的钳子可厉害着呢 会加人的 要用这个小木棍 从他的背后快速地按住他 然后再用手抓住他的壳 这样就不会被夹到了 裴继川下意识想要挣脱 可想到刚刚自己坑了林牧师 心里不禁涌起一丝愧疚 然而他的心思全然不在 抓螃蟹的教学上 只感觉手上传来的热度 让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脑子里一片混乱 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林牧师真不愧是顶级舔狗 温柔教学 其实除了礁石区 沙滩上也有不少宝贝 一些小小的贝壳 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 林牧师全神贯注地盯着石头 终于一只肥美的螃蟹 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伸手抓住了他的壳 哈哈终于抓到一只了 林牧师兴奋地大喊起来 裴继川在一旁也受到了鼓 开始尝试着自己寻找螃蟹 林牧师仿佛开了挂一板 接二连三地又抓到了好几只 裴继川在一旁折腾了半天 一只螃蟹也没抓到 倒是弄了一身的沙子 但他又不敢跟林牧师求救 只能继续不断尝试着 林牧师觉得作为一个舔狗 就要随时知道主角的需求 于是他假装漫不经心地走到裴继川附近 悄悄用脚把一只螃蟹往裴继川那边赶 裴继川正埋头苦找 突然感觉脚边有东西在动 他低头一看竟然是一只肥肥的螃蟹 他兴奋地伸手去抓 一下子就抓到了 林牧师在一旁偷偷乐 还不忘夸上几句此红屁 宝 你可真厉害 我开了防尘谜系统还是忍不住为你文献 裴继川心里虽然有点疑惑 但也没多想 还以为是自己运气好 他头一次不烦林牧师的夸夸 甚至有些受用 我终于相信你是真爱了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要嗑你俩了 林牧师又如法炮制 又给裴继川送了几只螃蟹 裴继川的桶里渐渐也有了不少收获 整个人都变得自信起来 抓完螃蟹后 林牧师又马不停蹄地继续去沙滩上奋战 他弯着腰 眼睛像扫描一样在沙滩上仔细搜寻着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藏有宝贝的角落 等到临近中午时 湿热的阳光洒在沙滩上 他的桶终于满了 镜头切到江野这边 只见俩人并肩坐在船头 微风拂过发丝青阳 颇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只要忽略他们那空空如也的鱼搂的话 江野一脸温柔地凝视着沈木白 那眼神仿佛能低出蜜来 木白目前嘉宾里你对谁更有好感 沈木白似乎感受到了 这视线带来的压迫感 他忍不住往旁边挪了挪 脸上挂着标志性微笑 我觉得你们都挺好的 江野丝毫不为所动 继续深情表白 我对你最心动 你应该能看出来吧 哥你好油啊 你是大清油甜吗 你们不抓鱼来弹琴说爱来的 而江祁安和江祁文这边 正安安静静地钓着鱼 钓鱼竿仅有一根 江祁安毫不犹豫地 直接交给了弟弟 随后他贴心地给弟弟撑起遮阳伞 一会儿为他找来舒适的躺椅 还不时地给他擦汗 服务可谓是十分周到 江祁文只需要负责 安安静静地拿着钓杆就行 我也想有个这样的歌屋 还挺香的 性格还正好相反 江祁文也很乖啊 哥哥说啥听啥